今天我们终于拿到了大家万众期待的国航版PS5 大家看到这个PS5的盒子 正面看的其实是跟其他地区版本的盒子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们再拿起来看一下 后面就显示这里用简体中文的字写着这台机器的三个最主要的特性 包括速度快如闪电 令人屏息的沉浸感 还有令人惊叹的游戏阵容 在盒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本 一本是安全指南 还有一本就是说明书 这两本说明都是使用了简体中文 其中这本安全指南上面也是包含了一些售后和保修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三包服务的有效期 主机的售后时间是两年 然后它这个无线控制器是一年 然后就是这个国航版本的电源线是国标的 所以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机 主机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利林造型了 整体外观上跟其他地区的版本都是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光驱版 但是在机器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上面有用简体中文写着机器的一些规格 底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品名称 还有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之类的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制造商 是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就是今年了 那么这里也能看到手柄的背部 也有着国航的一些生产信息 而机器内的其他内容我们就不多展示了 整体来说跟其他的版本区别不大 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 进入到大家最关心的环节 打开游戏机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机了 首先是这个语言选择的界面 这边默认就是简体中文 那我们就选择简体中文 时区也是默认的是这个北京时间 这就开始我们的这个PS5的体验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和其他地区版本的主机不同的是 咱们这个国航版的PS5里面是没有预装这个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使用指南这款软件的 然后15号之后正式发售之后大家是可以在这个商店里免费下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游戏 我们试一下这个实体版的游戏 首先我们试一下这个国航版的PS4 这个最终幻想10 这是铁盒版我们老师的珍藏 将光盘放入机器后稍加等待就能看到游戏在界面上出现了 我们现在这个游玩的是一款这个国航版的游戏 国航版的PS4游戏是通过这个向下兼容来进行游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健康游戏忠告 好 那么已经进入游戏了 所以这样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国航版的PS5玩国航版PS4的游戏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游戏 我们试一下港版的PS5的这个麻布仔大冒险 那我们来换一下碟 已经读出来了 正在安装中 它这个默认的语言是英文的 但这个游戏是有中文版的 我们进去设置里调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港版的游戏 所以这里的语言选择中文暂时是只有繁体中文 得益于这个新主机首次采用的这个SSD固态硬盘 所以游戏的加载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PS5还有个新的特性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采用的这个新的这个DualSense手柄 真正带来了次世代的操纵感觉 包括它的自适应扳机 还有更丰富的振动体验 还有这个3D音效 当然这种感觉 肯定是我们光用嘴是无法表达的 要大家亲自体验了 才能知道它这个感觉有多奇妙 下面我们来聊聊国航商店的内容 在我们进行测试期间呢 国航商店方面仅开放了原有的国航PS4游戏内容 而更多的游戏会在国航主机正式上市后开放 不过之前在发布会上提到过的PS Plus会员 相关服务已经提前上线了 包括一个内涵12款游戏的PS Plus精选集 PS Plus会员都可以免费下载 顺带一提的是 此次PS5系统提供的备份还原功能 与国航版的PS4相比是没有什么变化 好 那么对于还没有入手PS5的玩家来说呢 这个国航版的PS5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展示就到这里结束了 更多游戏资讯欢迎关注《勾火营地》